学姐娜娜追剧日常 那样做了,我们和她有什么区别 两人最终还是决定把朴会长留给警察 离开矿山的模范出租车一行人和警察大队擦身而过 高安哭着倒进时,倒戏引爆了炸弹 但他们却不知道,朴会长此时已经挣脱了绳子,跑进了矿山 而另一边,渣渣闯进了张代表家和她对峙 并在打斗中捅伤了她的腹部 好在,白会长及时带着手下出现,解救了受伤的张代表 第二天,大家来到医院探问代表 电视里正在播报昨晚的爆炸事件 警察在现场发现了一具烧焦的男尸 众人这才知道朴会长也被炸死了 稻琪冲到白会长的秘密监狱,想找渣渣报仇 却发现牢门大开 这时的渣渣已经被白会长带去做了眼角膜移植手术 但面对稻琪的质问,白会长拒绝回答 还警告她,这里的人和事都与她无关 不准再来这里捣乱 回到医院,张代表安慰稻琪 有选择就会有牺牲 并希望稻琪不要告诉其他人凶手是谁 她还交给稻琪一个文件家 希望她帮忙处理一些事情 地检察官来到医院看望张代表 正好碰上稻琪 想到自己在爆炸调查现场 曾经看到过稻琪的工作牌 隐约觉得是有蹊跷 稻琪走后 地检察官向张代表打探其稻琪的事情 张代表轻描淡写的糊弄过去了 河娜作为预打探事件的检察官 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讲述案情 揭露了这家无良公司 利用偷拍色情视频 对受害人进行敲诈勒索的行为 同时指认朴会长和她的跟班 有多种违法行为 但面对记者们的众多提问 和主要嫌疑人失踪的情况 河娜也无可奉告 毕竟这个案子进行得如此顺利 明显有其他人在背后操作 地检察官叫出河娜 把爆炸现场找到的 稻琪工作牌交给了她 希望她能好好地调查一下 河娜联想到最近发生了几起案子 喳喳失踪 警车被袭 Udata爆炸案 似乎都是稻琪所做 但苦于没有误证 无法贸然下这个结论 河娜找到稻琪 问她为什么又开回出租车了 稻琪表示 Udata是家黑心公司 自己已经从那里辞职了 河娜借调查案件为由 来到稻琪家里 想找一些证据 但这里干干净净 桌上放着养猫指南 只是床头柜上的耳机 和桌上的车钥匙 看上去有点问题 但河娜没有明说 她问稻琪 除了出租车以外 是否还有其他的私家车 稻琪否认了 但河娜留了个心眼 她打电话让欧阳 调查稻琪最近的通话记录 老崔和老朴来到警局报案 几天前 老崔接到了一个 自称是警察官的诈骗电话 被对方骗走了五百万 两人走进警局大厅 这里已经挤满了 诈骗案的受害人 有白发苍苍的老奶奶 有贫困的中年夫妻 受害者名单 洋洋洒洒 填满了几页纸 从警局出来 两人看到刚才的白发奶奶 朝马路中间走去 试图自杀 连忙跑上前救下了她 奶奶靠收费品为生 辛辛苦苦攒了一百零二万 作为孙子的学费 有天却突然接到电话说 自己的银行账户涉嫌诈骗 慌乱中 奶奶按照骗子的要求 把钱转给了对方账户 被骗了一百万 奶奶哭着 求老崔帮她讨回这笔钱 众人来到医院 和张代表讨论诈骗电话的事情 老崔希望大家可以帮助受害者们 讨回一些公道 张代表也表示支持 发生了其他的犯罪事件 受害者周围的人都会去安慰她 但电话诈骗的受害者 却往往会受到身边人的指责 考虑到张代表的身体状况 这次就由到齐来负责复仇计划 高恩联系了电话诈骗组织 假装上当 按照对方的要求 把钱放在一个储藏柜里 成功定位到了前来取钱的小卷毛 小卷毛只是个跑腿的 对方藏得很深 这袋钱转了几次手 终于到了街头人的手上 到齐开车跟了上去 抓住了街头人 并用对方手机打给了诈骗组织的boss 电话的另一端是位中餐厅的老板娘 眼镜阿姨 诈骗大本营就隐藏在中餐厅的后面 为了成功打入对方 这次到齐派了老朴出场 假扮成急需兼职的20岁小伙子 一番装扮后 老朴乖巧普世的模样 成功骗过了对方 和其他找兼职的年轻人 一起被拉去了远在海边的中餐厅 进行上岗前的培训 大家学习了一番话术后 被带进了一个小房间 并被告知 只需要按照背过的台词接电话就可以了 如果诈骗成功 就把使用过的手机统一放在箱子里 禁止二次使用 有一位男生总是背不属台词 免接阿姨的惩罚方式 就是让他徒手端起没有手柄的开水壶 冲一杯咖啡 小男生手被开水烫伤 水壶洒落在地上 阿姨正准备发火时 手下告诉他 门口有收保护费的人来催债 阿姨这暴脾气 二话不说 拿着菜刀就冲出去了 一刀捅进了对方老大的肩膀 赶走了闹市的人 除了诈骗业务 这家中餐馆里还有一个小型赌场棋牌室 到其换了一箱人民币 穿着雕 打扮成土豪爆发户 来到这里赌博 并当场揭穿了对方出老千的伎俩 检察院里 何娜还在加班 她对着列出来的嫌疑犯失踪日期 详细对比着到其的通话记录和手机定位 发现每次有人失踪时 到其的手机都是关机 没有信号的 她更加确认 到其就是那个一直在暗地里 私自惩治坏人的人 本集结束 按照这个进度 估计下一集 到其就能把这帮诈骗团伙的人一过端 不过眼镜阿姨 看上去也是个狠人 不知还会不会有什么后手 而何娜也终于查到了到其头上 不知道检察院会不会找到其的麻烦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关注我哦 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学姐娜娜子 我们下期再见吧